嗨我是威力 你線上奶爸又突然出現啦 今天我們單元是威力研究室 用研究改變你的財商視野 今天的內容是 00935篩選機制的優缺點 是科技版的0050嗎 重視研發強度的ETF 根據上一集跟大家介紹一下文宣 跟他一些網站的介紹 讓大家對00935他所強調的訴求的賣點 應該有一定的認知 那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的朋友 請回放上一集 可以去看一下聽一下 先了解一下 那這一集要跟大家去討論到 他的篩選機制跟優缺點 那有很多投資人他非常在意說 到底他篩選機制到底是不是很好 是不是適合我 那你藉由這一集的分享 應該就會有所了解 那00935近期引起很多投資人的關注 就好像科技版本的0050 那其中篩選的機制重視 科技類股的研發強度 找出創新研發最猛的公司嘛 搭配周還原股價的篩選 選出續漲動能最好的公司 對於未來趨勢的掌握能力 看起來還不錯啦 但是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優點缺點可以討論一下呢 那這一集也跟00733追求動能的ETF來討論一下 相似跟差異之處 指數的母體他是以台灣證券上市公司啊 這些上市上櫃的公司為主 那當然啦我們來評估 上市上櫃公司為母體這個其實最基本啦 基本上大家大部分都是這個樣子 差異在哪裡 採樣的範圍產業嘛 他這邊有定一個範圍就是 營業收入屬於這個指數編列規則裡面 叫做RBICS Level 6 Sub-Industry 簡稱L6的範圍內 講這個漏漏燈啊 其實我也去翻了一下 這個外商公司他本來寫的 就是編列方式啊 其實你用簡單理解 像手機通訊啊 數位串流伺服器相關 都是在他的範疇 以內 那科技創新產業啊 其實他的名單會隨時間改變 也就是像我列出來像Apple 他對應到Level 6啊 比如說有些hosting的server啊 或者是居家的一些office的軟體啊 或是smartphone的製造商啊 Audio的電子產業啊 media download啊 這些數位串流的東西 到了未來這些東西他可能還會改變 也就fake set的 他會隨時間去調整這些內容 你只要去理解科技創新的產業 他會把它包含進來 指數篩選的第一階段 原則上就是剛才所提的這些產業範圍 就L6的範圍的營收佔比啊 你必須要到營業收入的50%以上 因為有些公司喔 說實在像 例如說像鴻海這麼大的公司 難道裡面都是全部都是科技創新嗎 可能也不是 所以他在這指數編列的方式裡面 他就有提到 欸你首先你在這種科技創新 L6的這種產業範圍 你必須要佔你整體公司營收的50%以上 我才算你數嘛 我才算你是一個 一個科技創新的 產業之一 另外啊市值規模啊 必須要達到 新台幣50億元以上 啊分析來看啊 這個以權重最小長科啊 6548來看 318億喔 說實在這50億的門檻其實不太高啊 這個長科是在他目前成份股裡面 排名最後面的權重最小 他都有318億 說實在這個50億真的門檻不高 這邊有提到說啊 指數篩選第一階段裡面還有提到 必須要符合永續報告書的要求 也就是 你沒有繳交這報告書的人 我就不算你是 一元 我就不要篩選你了 你沒有繳交這個報告書 作業沒有寫不要來 我不要看你了 我不要看到你了 因為你作業沒交 你必須要符合永續報告書的要求 你要繳這報告書 我才要把你放到我的指數 篩選池裡面 你才能進到這個pool裡面做篩選 第2階段的部分啊 研發創新 研發的費用要佔 營收的比例 屬於前75%高 或是佔比 達到2%以上 再來是一個重點 股價動能嘛 最近一週的還原收盤價的佔 最近52週還原收盤價 最高點之比例屬前 90%高 那獲利能力 近四季 營業利益 合計為正值 大概有這些重點 大家可能聽完 已經忘記他講什麼 我們接著來講 詳細的部分 研發強度 什麼叫研發強度 研發費用佔 進收 進額的比率 這件事情就叫研發強度 那2022年上市上� 電子零組件的研發強度 上櫃電子零組件的研發強度 這些產業的研發強度 大概是7.7% 那研發費用 最大的三間公司 在台灣 依序就是台積電 聯發科跟瑞育 那5年間台積電的研發費用 它其實是倍增的 那為什麼 因為市面上需求 需要這些IC 越來越多嘛 所以它研發費用也倍增 當然近期台積電有做一些 資本支出的調降 這也是因應現在 經濟放緩的關係 那我覺得這 本來就是市場周期之一 那聯發科的研發強度 達到24.8% 年增30.1% 那瑞瑞是年增7.6% 研發強度高達36.7% 然後我們是參考新聞 製造業研發費用逐年成長 這篇題目裡面所找到的資料 所以其實說實在 台灣這些科技公司 它研發強度真的是很高 你看如果你 以篩選機制裡面提到 其實你只要佔比2% 它就算你數了嘛 因為它是用什麼 是貨嘛 也就是說你的 營收佔比比例 屬於175%高 或是佔比2%以上 我就算你 算你是可以篩選的人之一嘛 所以說實在來 真的一些不錯的 科技業公司 要達到這2% 真的是很容易啊 所以其實以這個標準來看 其實重點還是在於 前75%高 週還原價 其實週還原 股價屬於90%高 代表說 選出的公司啊 股價最近的強勢 有可能續漲 它這是有一個 續漲的可能性 那你用週這個 時間維度來看啊 等於就是你 綠掉了 每日的變化 週線的強度比起 日線啊 來的強 用來衡量 一年內的動能方向 因為它有提到52週嘛 嚴格格說起來 就是要看說 這個公司它在這一年的範圍裡面 一年的這個時間框架裡面 最強的把它找出來 如果你要用月K來看 就是衡量數年的動能 就看你想 觀察的區間為何啊 如果你是比較想要抓到 更長時間維度 其實它篩選機制就可以調 比如說我用月K來看 但是你這樣找出來 另外就是這幾年裡面啊 動能最強是哪幾間公司 可是現在它的篩選機制不是 它是我這一年的時間框架裡面 哪些公司是比較強的 我把它找出來 近世紀的 營業利益合計為正值 那 營業利益率就等於啊 營業利益除以銷售收入 乘上100% 那營業利益反映了什麼 企業在經營過程當中 所產生的獲利能力 如果營業利益比較高 就代表說企業在經營的過程當中 獲利能力比較強啊 用白話來說 就選出本業有賺錢的公司啊 你本業是有賺錢的 我就把你選進來 排序的方式跟行業的分佈 依照它 採選機制的說明 是以 發行事實遞減排序 則優選取50檔 股票為成分股 目前看起來行業分佈 以半導體為主 為什麼 它這個月報裡面揭露的嘛 電子的半導體就佔了74% 電子零組件16.5 通信網路3.5 其他電腦周邊是1.8 其他電子1.4 裡面還有文化創意是0.8 跟流動資產2% 所以 這整個就是 半導體的狀況 基本上74% 跟半導體的佔比非常的重 權重計算以自由流通市值加權 來做計算 那如果你不知道自由流通市值加權這件事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商集的內容有解釋了 那依照 自由流通市值作為計算標準 個股的成分股權重不得超過30% 而且前五大成分股的權重總和不得超過65% 以分析來看 避免單一個股或是前五大成分股佔比過重 其實30%還算是很大啦 那近期推出的ETF 常見大概是10%左右 權重過大它好處是什麼 當你找到一個很好的選手的時候 就可以放大你的基金的 的績效嘛 那但是呢 相反的 假設你選到了選手 他真的 這個表現很差 那沒辦法你就會影響到整個基金的績效 會比較嚴重一點 因為已經佔了30%了 指數的計算頻率 它是從 112年7月3日 開始 中興交易的時間是每隔5秒 以成分股最新的成交價格計算 那 盤後 等於是每日收盤 他就會計算一次指數 那我這邊有列出他 全部50檔公司 因為數量太多 大家用看的 嚴格說起來 其實大部分都跟半導體相關 還有一些科技 類股啦 那一些IC設計公司為主 那其實上面上榜 上榜的這些名單 其實都是一些大公司 也都蠻知名的 成分股的調整是 每年兩次進行成分股的 定期審核 以4月10月的第7個交易日為 審核基準日 那嚴格說起來就是 一年篩選兩次 但是因為它是流動式 市值加權 除非這個FactSet的產業名單有改動 不然 照合理的推估來說 他成分股的變化應該不會 變化太大 為什麼 因為他是 用自由流通市值加權來計算嘛 所以 你用市值這種東西來計算的時候 市值哪有這麼厲害 一下就變動很多 不太容易 所以為什麼0050 或是006208 大家會講說 他的內購費用可能相對少 當然也有人還是覺得0050很貴 但是以篩選機制來說 你用市值來看 那他的變化幅度就不會這麼大 在短期比如說你用 他是用半年篩選一次嘛 你半年之間你的市值要變化到很大 說實在 真的不太容易 他是有可能的 只是這個機率性會比較低一點 來到結論部分來 我們來講一下優點 篩選出研發強度高的公司 一般來說科技業對於未來前景跟應用 比較願意 砸大錢做研發 比起一些製造業產業來說啦 那科技業真的是比較願意 砸大錢去研發 容易掌握到未來 科技趨勢的題材 那最近一週還原收盤將占 52週還原收盤家的最高點 之比例 屬於190%高啊 這個好處是什麼 選近期在一年當中的強勢股 賺續漲的動能 那世界 世紀的 營業利益為正值 選出本業有賺錢的公司 那流通市值加權啊 我們推估啊這個 換股的數量不多 是節省成本 所以你很在意這種 換股數量太多 導致內扣暴漲的 朋友啊 那他這一檔 合理的推估應該是不會太多啦 但因為我們這邊有提喔 他其實還要看什麼 產業的部分嘛 剛剛有提到Factset的這個L6的這個產業 那要是他的產業名單變化很大 那他還是會有比較多的篩選的 成分股喔 所以你必須要回推說 到底這個產業變化會不會很大 這個沒有人知道嘛 你必須要等他上市一段時間 你去觀察他L6 這裡面成分股的變化會不會很多 如果其實不會 那照邏輯往下推 市值加權的方式 應該他的成分股的變化就不會太大 結論的部分 再接著來看喔 我們可以理解說 如果說他在本業 賺錢能力好 這些公司他在本業能力賺錢好 而且近期是強勢 那上有撐 下有撐上有續漲空間 抓到科技趨勢的概念 所以對有些朋友來說 這個是叫什麼 進可攻 退可守 通常這種科技趨勢 一開始話題就會有熱潮 那股價就有一波漲幅 後續必須還得要看實際的應用 例如說像今年很紅的AI AI股啊 在上半年暴漲之後股價就有一些回落 但是當實際的需求上來之後 還是有機會去累積續漲動能 另外他有做企業永續發展的篩選 可以避開部分經營的風險 做這個永續ESG的東西喔 類似像這種ESG或是公司治理啊 永續發展這些題材 嚴格說起來他都是為了避開風險 那當然你也可以講說 為了這個世界跟美好啊 這些大意嘛 但是真正就是 如果這些公司他有 做一些 這些篩選機制喔做一些這些管理的話 比較有機會可以避免一些風險產生 比如說公司敗壞啊之類的 接下來看喔 跟00733相比喔 那其實這檔ETF跟00733的篩選邏輯 有一些相似 只是00733的中小型股為主 他沒有限定一定要電子科技股 那00935是沒有限定中小型 兩者都是流通事實加權 只是00733是以中小型股 為主嘛 那股性更活潑 更適合賺暴漲 有朋友會講說啊這股價波動好大 沒錯他股價波動大並不是缺點啊 重點是你要怎麼去調配嘛 又沒有人講說你要100%買 這種股價波動大的 當你在 投資組合裡面有適當合 合理的比例去應用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好工具 00935是大型股為主 抓趨勢的穩定性可能更好 因為他抓到的就是大型股為主嘛 我們剛才講那個長科有沒有 最後一名都有300多億啊 應該是在 對這一集有講到 長科就300多億了 他抓到都是一些比較大型的公司 說實在的穩定的趨勢性應該會比較好一些 接下來講到這個缺點的部分 篩選機制是偏重動能續漲 那抓到近期基期比較高的股票嘛 因為他篩選機制就是這樣 大趨勢好的時候有機會抓到續漲動能 但是你要注意說 行情好的時候科技股有可能怎樣 股價被高估嘛 那你看他新聞天天在講那個 大致達克那G7有沒有 那7檔什麼Apple蘋果 亞馬遜Amazon這些 他股價可能被高估了 為什麼 因為像這種有題材的東西 大家很容易會有本夢筆嘛 他會覺得說 現在這個AI 不錯啊 行情很好啊 未來應用會逐漸變多 就會有人buy in 就會有人 持續進去加碼 於是股價 他就會 有可能被高估 但是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市場修正的時候 跌幅也會相對比較重一點 這個就是這種產業 這種產業科技類型的股票 他會面臨到的一種情況 如果趨勢是多頭的時候 他把他買進來 指數真的把他買進來 進到空頭的時候要換股嘛 因為剛才有提到 每半年會省合一次 他要換股嘛 或是backset 他也換產業的名單了 他要換股 那你就會變成 高買低賣 這是他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漲多的股跌升嘛 那篩選到跌沒這麼深的股票 就是他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接著啊 一些純股族 他會用52K的高低價 選股邏輯 但是這檔剛好不太一樣 以純股族的方式來看 這種 篩選方式是 以52K最低價那殖利率又高的股票來找 就是屬於CP值比較高的股票 那如果你是這種篩選方式的投資人就不適合這一檔 因為他的篩選方式剛好邏輯跟你顛倒 此檔不是主打高股息 雖然平均5年殖利率有4%以上 但是篩選邏輯並非強調股息率啊 或是講股利率啊 以及填息率也不是他在意的 如果你有不賣股現金流者 比較不適合 當然你是可以用賣股換現金流的人啊 就很適合 那比起買大盤者偏向科技業 那這就會有產業風險 當整體產業走弱的時候啊 影響基金禁止的走勢 比較適合 你想要在你現有的投資組合裡面 增加一些波動性 而且 你對科技產業有偏好者 只在你投資組合的一部分 這是我們所 提供給大家的一些分享 分享總是單純的快樂 期待下一次再見 右鍵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